姑終於見到你了 今日姑在花宅等了一天 都不見你回來 琉璃 不會不來吧 應該不會 不可能啊 古不信 她應該會來 誰說我不來的 我 蠅竹 蠅竹 小心 小心小心 蠅竹 姑終於見到你了 今日姑在花宅等了一天 都不見你回來 琉璃 好 殿下 你和我爹喝酒了 對 花將軍酒量實在是驚人 陷些江湖喝趴下 姑見你 今日回來太累了 就直接回房休息了 便也不偷容了 是 殿下今日來我家 是叙舊的嗎 對 就是跟縣主的家人 見見面 可是我們花家 之前搬臨玉京的時候 胎子殿下 還只是小孩兒呢 說得也是啊 那我們家人對你好嗎 好 對對姑是相當的好 那我就放心了 對了 這個 這是我哥給我拿過來的 山楂雪球 可好吃了 你快嚐嚐 這個也給你 好吃嗎 好吃嗎 對了 今日姑送了些首飾 如果魏將軍不喜歡的話 你記得拿回去 殿下 是送我的 當然 其實 姑最主要是想感謝 花蟹主編的那隻蝴蝶 姑夜裡睡覺做夢 夢到了母后 真的 她說 不是因為姑上香祭奠 而是有一隻蝴蝶飛過來找她 所以殿下那日 是去給母后上香 其實 姑很羨慕 是 獻祝的家人 太子殿下的母后大人 您放心吧 臣女和臣女的家人 一定會好好照顧太子殿下的